大家好,我是舒奇,欢迎收看新的一些解读实验室 平时咱们在公司吧,工作之余总要找一些别的事情 来让你的身心放松一下,愉悦一下 我呢就坐在老赵边上 老赵他这人吧,也没什么别的业余爱好 我们来放松愉悦自己的身心呢 一般就比较喜欢看一看群体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老赵 这些年都拍过哪些车的群体 解读这档栏目呢一直都比较平易见人 所以呢我就从老赵拍过到20多万价位的这个轿车里面 选了几台,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几台车 它在底盘最基础的几个方面表现如何 首先从最基础来看就悬挂结构 这一项里呢先说表现最出色的小鹏PC 前双叉臂后多连杆 你要说双叉臂悬挂有什么优势呢 就是它在车轮上下运动的时候 能够保证轮距还有主销角度这些数据上的变化 尽可能的行 换句话说就是操控好 而且PC这个下控制臂啊还用了双球结形式 但是呢双叉臂说实话这个成本它相对比较高 所以在这个价位车型上一般见不到 而且呢双叉臂它需要的前仓空间也更大 这个级别燃油车它基本上都是横置引擎 你没有那么多空间去布置双叉臂 只有Model 3还有PC这种纯电的车型 它才有能力能给你上双叉臂悬挂 你看田赖还有508A级03加这种的 用的也都是麦福逊 比麦福逊稍微好一点呢 你就像CT5还有G70这种的 就给它上了一个麦福逊的升级版 就是双球阶减震支柱选架 这时候就有人要说 CT5天天含着操控 G70含着操控 连个双叉臂都不给 你你妈推起 这事你还真怪不了人了 谁最开始带头在这个级别 家家上用双球阶的 王马三系啊 你到现在M3 M4 你就算是911 它用的也都是双球阶 你能说人家操控不好吗 关于双球阶这个行挂具体 结构形式啊 还有它的优势 你可以去翻老赵以前CT5那期视频 简单来说分工更明确 车直线行驶的时候 就好比你在打游戏 你车轮只用处理上下震动 你就全神贯注打游戏就完事了 但是你车一旦进入弯道了 就有竞向力过来了 就有好比这时候你在打游戏 你女朋友突然来个电话 你说你接不去 如果你边打游戏 边打电话 你哪件事也干不好 你怎么办呢 叫你好哥们过来 你看好哥们坐旁边 你就负责打游戏 他就负责陪你女朋友落车 除了悬挂结构呢 另一个最基础的方面 就是底盘用料 看这几台车呀 那是各有前求 非要觉得高下的话 那CT5还是略战游戏的 毕竟人家前桥 阳脚和下摆臂 全是铝的 还有这从前铺到后底盘强化件 但是吧 你也不能说就是CT5一直足秀 其他全都是浮荣节 看都不用看 别的车吧 它是16级 它也美 它就美的没那么全面 美的比较有特点 比方说508L用了全铝的后桥 G7呢 前悬挂上下摆臂 还有阳脚 全是铝合金的 03加和G70 机舱里加了顶八和加强机 填来的房钱杆比丁参加还出好几号 那直接到了改件标准 这些是个奔驰A嘛 没有优点 前副车架是全框式的 你别管它是不是铝合金拼的 它也是个全框式的 但是吧 这就不能往后看了 后轮那个拖铁臂 实在是丑得有点明显了 这时候有人要说 奔驰不是不扛穷人吗 小了 格局小了 奔驰A它是卖20多万的B机车吗 它就是个紧凑机 人家也不卖20多万 打完这直接14万起 干谁的 干福克斯 那这仨车比那用个拖铁臂 也说得过去 不然这前面说的悬挂结构和底盘用料 也不能说就看这俩就下定论 底盘它就跟做菜一样 你好不好开 还得看厨子 你像508L 前麦夫君后多连杆 这有啥特别的 但你别说 508L那后B针筒 是直接连在副车架 而且这个角度比一般车后B针大很多 再加上整体的调教也好 所以把它的操控和底盘质感 就是要比同级别的车高出那么一些 除了这两点最基础的 关于底盘还有一样东西 大家在卖车的时候 就是关注最多的 运动化配置 你要说运动化配置 这级别谁做的最好 肯定就是CT 现款CT5 你只要买到四顶配 MRC电磁悬挂 GRAMBO刹车 还有后桥LSD 就都能有了 不过呢 这三样 现在在这个价位也不稀奇 你看G70 两个运动选章包 后桥LSD GRAMBO刹车 你也有了 像小鹏P7 GRAMBO刹车不也有吗 电磁悬挂不也有吗 508L也有自身悬挂 唯独是这几款车里面 看起来最运动的03家 它倒没给你什么 摆在面上的配置 给你换了一套 更运动的弹簧 前仓和底盘 加了一些加强件 它跟普通03在底盘上 大概就这么多区别 你要说03家跟普通03 底盘最大的区别在哪 它在于排气 03家那两个排气为我 一边是正常的消应骨 另外一边 就是咱们运动排气为骨 所以你在切换阀门的时候 也不会能感觉到 这个声音从左边 换到右边 只要排过这些车里 排气布局还比较有意思 就是CRV的插毁 但它这个不是为了 做什么运动排气 它为了避开这个电磁包 它把排气从侧面招过去了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一方面是能避开电磁包 另一方面 这排气管 直接就是一个半包的电磁包保护了 你问我怎么才能选一个好底盘 这事就跟找对象差不多 你说我觉得好的那个 你就一定觉得好的 每个人口味也不一样 就搞清楚自己喜欢啥样的 就完了 你喜欢大空间 你还是喜欢就是舒适一点的 或者你就喜欢操控性强的 总能找着一个 你现在搞对象 你女的里挑一块没有 去既见不也行吗 我们爸觉得有点像婚姻资上所 说这个女生吧 她性格怎么样 哪会儿比较突出 我们能够 但你要是说你俩合不合适 你还是得自己去试试 后来我 她是一双三八的鞠 我是一双四二的鞠 这一双三八的鞠 我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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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我会想起来